去年底台股在反彈的那一波 航空雙雄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跟涨幅度 市场的解读说 因为他们先涨过了 现在进入了旺季了 也开始陆续解封了 最近的股价还是相当的疲弱 像今天开高走低 怎么一回事呢 航空雙雄到底能不能再次的展翅高飞 明哲我们要请您上台来了 航空雙雄过去在飞机的货运 现在慢慢的转为在人的客运了 但是为什么股价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飞呢 的确因为这个当然 其实会有一个此消彼长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过在讲这个航空雙雄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谈一下 目前国际航空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呢 其实在全球有三大的主要的空运联盟 包括了像是星空联盟 天和联盟跟环宇一家 那如果说以规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星空联盟最大 他大概有26家的一个航空公司 那包括班次啊 包括服务的地区 他都是最多的 最多最广的 那服务的人数也是最多的是8亿 那如果说以国内的一个代表性的公司来看的话 就是长荣航 那天和联盟的一个代表 当然这个有大的国际机场 但是我们谈的就是 国内的一个航空业者就是华航 那所以大家就稍微知道一下这两家公司 他们分属于不同的一个航空联盟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以机队的一个比重来看的话 事实上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过去我们常常会谈到 就是如果在货运比较好的时候 是华航比较好 然后这个客运比较好的时候 是长荣航比较好 因为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机型的 或者说机队的一个组成来看的话 基本上这个很简单 就前面如果是7开头 他都是波音的OK 那A开头的全部都是那个 空中巴士 这是另外一家厂商 那如果以长荣航的机队来看的话 他目前一共有88家的一个飞机 那其中有8家 他是属于8 8架的飞机 他是属于货机 对那在这个华航的一个机队的角度来看 他目前为止一共有86架的一个 86架的飞机 对那其中有22家是属于货运的一个机种 所以他的货运机种相对来讲占比是比较高 所以他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 因为事实上如果说以国内航空业者还有挂牌的 还有两家公司 一个叫新宇 一个叫做虎航 不过这两家都挂在新柜 那新宇目前应该是有18架的客机 那虎航则是15架的一个客机 他们就完全没有货机的比重 全部都是以载客为主 OK 好 哇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为什么以前在讲说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客机都转货机了 所以对于华航商对是比较有利 他有22架的货机 那以常用航来说目前只有8架的货机 好 那接下来因为最近这几天 我们也看进入忘记了 那以前在货的现在转客了 为什么好像飙涨的幅度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剧烈呢 基本上你在过去这两年 它是比较极端的 因为我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 基本对于这两家公司来讲 他们都是货运的比重占了八成 然后客运的比重占了两成 但是你在回归到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之后 我觉得我们要回头过来看 就是他们在疫情之前 这个不是今年的 应该说不是去年的这个营收比重 而是2019年这个第三季左右的一个营收比重 我们特别帮大家挑出来 就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恢复正常的话 他应该怎么样去做发展 如果以长荣行的角度来看 他在疫情之前 他客运是56% 货运是14% 其他是三成 那占比的 如果以地区的角度来看的话 客运最主要是以北美市场为主 那东北亚 东南亚 那货运则是以北美为主 一样是以北美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长荣行 他最主要的市场 他就是以这个所谓美国 加拿大这样子的一个市场来看 那华航呢 则是在疫情爆发之前 他是客运是66% 货运是29% 所以你看他货运的占比也是 相对来讲比较高 那如果说以这个所谓客运的市场来看 最主要是东北亚 东南亚跟中国 那货运的占比则是以月太平洋 东南亚以及欧洲为主 所以这两个 虽然就像航空双雄 大家都觉得反正是飞机 但他们的整体的客群 或者是市场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说你客运的一个比重 当然在过年之前 他会持续往上去做拉高 的确以现在统计数字来看 他的客运比重也是 跟2021年来做比较 其实是大幅度成长 就是2022年这一段时间当中 但整体来说 因为他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货运比重 而且去年是拉到快八成左右的水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是货运往下掉 那客运往上去做拉高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 此消比涨的过程当中 你互相拉扯 他的成长力道 可能就不是来这么样的一个强劲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叫做燃油的成本 因为燃油成本到目前为止 大概是120美元左右 那因为对于航空业者来讲 长绒航也一样 华航也一样 整体如果说以成本这一块的话 三四成都被油给占据了 他大概正常来讲 大概是35%到40% 所以整体这个公司的获利 能不能够往上去做成长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你必须要去看油价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说油价 未来在这一段闲当 如果再度往上去做走高的话 他对于这个航空业者来讲 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成本压力 OK好 所以油价 还有他们客运 货运此消比涨的比例 再再都会牵动 接下来股价的表现 来我们看到华航跟长绒航 如果以现在 在这个客运开始比重增加 长绒航应该相对受惠是比较高 对相对来讲 是受惠比较成 程度比较大 所以你看法人的角度 他也是有一点就是 卖华航然后买长绒航 那事实上就股价的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长绒航的线型 相对来讲是比较强 就是我这一根红K棒 表态之后 接下来我都是维持在 这个区间当中去做震荡成立 那基本上既然这根 是一个表态的红K 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只要这个红K的低点 没有去做跌破 行情是走区间 它是没有出现转弱的 但要出现转强的话 最好是能够带量去突破这个区间 相对来讲 那个股价才会比较有发动的 我们移到这一根红K棒 看低点到底什么 这一天就是在12月底 突破季线的那一天 这一天红K棒的低点 叫做26.15块钱 没有跌破了26.15块钱 都有机会持续的往上 没有错 然后突破的话 就要看这个区间的上缘 对 没错 OK 好 这是长绒航 华航呢 对 那华航的一个股价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明显稍微比较弱一点 那因为现阶段 其实当然有一个好处 是因为它现阶段 我的季线 是扣底相对比较低的位阶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一段时间当中 因为现在还没有翻阳 但是因为我是扣低的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后续其实应该有翻阳的机会 那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后续如果说回撤季线 有手的话 应该是会有跌生反弹条件 OK 好 谢谢明哲 请先回座了航空双雄 这个资料也做了很久 我请明哲帮我们把到底在现在 克遇疫情的时间 可能大家把载人的拿一去去载货了 现在慢慢开始调整之后 对于航空双雄帮助会有多大 当然最近股价都还在持续盘 在等什么呢 或许再等在接下来 到底这一波出国的人 买飞机票的人 坐飞机的人到底有多少 有数据出来之后 才有办法再激励航空双雄 再出现比较明显的趋势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好 当然今天两项最新消息 第一个是外汇存底 我们今天最新公布 去年12月的外汇存底 又增了27.3亿美元 持续的创新高 第二个是外资 外资去年不仅在台北股市 大幅的提款 外资去年一整年 净汇出的金额 4164亿元 史上最大的汇出金额 去年这么的决心 这么的狠心 汇出了这么的多钱 今年有没有机会回心转意 建成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明天倒数即时 我算一算距离封关 明天大概八个交易 明天怎么关盘 好的我想国际股市 也不是那么稳定 如果我们回档的支撑 不能失守 14200点 这是第一个 明天要观察重点 那如果说月线要往上突破 目前下弯的 需要有1900亿的成交量 今天只有1700 对所以不够 所以要留上影线 那关注外资在台指期 多大变化 今天不是增加2000多 能不能继续增加 台币其实今天没有很强 这几天都不强 是不是能够转升 这影响到外资的态度 这个第二 类股来看的话 题材性的生计 军工 雏能跟电商呢 是否能够量线轮动 每天起码有两个族群在动 人气才会比较活泼一点 弱势股的 货柜轮 载板 能不能止跌 他们其实这一波里面最弱势 他们要止跌 这盘才会比较健康 比较力道比较强 晶圆代工IC设计这种半导艇 不可以一日行情 明天能不能续增 今天台积电连天 还有台积电事业建议那么强 明天会不会轮到IC设计 如果可以的话 盘就OK了 OK 好 明天会轮动谁 大家再做一个小时的功课 因为今天好多的营收 除了刚刚已经跟大家 布达的鸿海之外 还有大力光 还有谁 请您持续锁定 稍后十一点半钟的夜线新闻 还有 刚刚建成老师也说了 距离八个交易就要封关了 所以接下来每一天这八天都好重要 所以明天我再麻烦葵谷老师 来交代大家 这八天要怎么做 明天请同一时间 持续锁定前线百分百 今天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见了